好 親愛的全國投資朋友 明天就是長假前的最後一天 也就是最後建倉的日子 所以好好把握 今天的話想盡辦法跟我們聯絡上 明天我們預計在幾個攻擊點 第一個大概在9點半 那第一批 然後我計畫會在10點半 10點半明天那一場我放棄 原因我們今天暫時不能講 可是我會在9點半 在明天的節目當中告訴各位 接下來的話當然就是尾巴 1點05分 大概我們這邊大概有三場攻擊點 然後我們今天就來跟各位講幾個邏輯 你們大概都 原因我想不用再多說了對不對 我們上禮拜 從我上禮拜跟各位講 準備一筆錢開始 陸陸續續我們也接到很多的朋友 有很多朋友來跟我們講他的 所受的一些不公待遇 一些苦難 那麼每次都覺得行情已經快要反彈了 結果又下去了又破底 覺得又快要反彈了又上去了 結果又破底 這一次本來覺得說可以放一個短空 指數就往下 結果指數又拉上來把它結算 把它嘎掉 然後什麼之類的 明明是一個雙降的行情 為什麼外資反而這個地方拉尾盤 就一大堆 那每個人都有很多苦要素了 不過我縱觀其實所有的重點 大概就只有幾個了 就是說大部分的投資人 他用了不適合他自己的錯誤的方式 那麼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學巴菲特 可是很多人都叫你學巴菲特 這個我就覺得 三言兩語我也說不清楚跟你了 但是我覺得你用實際的行動 你可以讓自己的命運跟模式 做出一個改變 我舉個例子來講 假設說你連續賺到兩把 第三把你會不會很有信心 對不對 一定會有 你現在沒有信心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你三月搶一個反彈 四月搶一個反彈就失敗 失敗的原因是因為 很多人都告訴你說 這股票拉回來就是買 拉回來破哪裡就隨便買 結果你信他的 結果你沒有賺錢就算了 重點是什麼 你喪失的是信心 輸錢跟輸信心 這兩件事的層級不一樣 如果你輸掉的是一種期許 跟你夢想的渴望 那我告訴你就輸到骨子裡了 就是你連賺錢的那個想法 慾望都沒有 對不對 你說你再怎麼沒錢 有個五十一百的對不對 你從一千萬輸到剩一百萬 但是你從一百萬又賺到兩百萬的時候 你的信心乳還在 你有機會再翻回去兩千萬嗎 因為你至少會出手 所以不出手在旁邊看 當然就什麼都沒有 等解套 但等解套的話 反攻的也不會見得是你的族群 對不對 因為很多的投資人 他是這兩年才進入市場 你們不知道市場的險惡之處在哪裡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我上禮拜點紅海 紅海就漲了 對不對 但你說大家真的胡胡開心嗎 我跟你講很多都沒有 因為一年半以前去追紅海的人 很多在去年都把它剁掉了 你知道剁掉很快拿去幹嘛 拿去買聯電 因為當時台積電破下去的時候 想說破600隨便買都會賺錢 就把兩年前買的紅海把它剁掉 台積電下去 紅海上來 對 你說股市險被險惡 我跟你講你哪一天 你把台積電剁掉 你剁掉以後隔天台積電上來了 你知道到底為什麼 我跟各位講 股票這些東西是這樣 問題不是在股票它的本身 也不是在產業的問題 都沒有問題 怎麼會有問題 最好的公司突然眼前怎麼會有問題 問題是在於你沒有去研究 它的買賣點跟起漲點 市場上那些寫報告的人 他都只告訴你一個故事 講的過程是 就像巴菲特說的 追求短線的人 就像是喝醉酒的人一樣 對不對 那巴菲特他不追求短線 他經過了十幾年以後他成功了 幾個重點 第一個他在美國 對吧你做的不是美股對不對 人家在二戰後出生 你有在那麼低基期的地方進場 你也沒有 他本來就有本金 你也沒有對不對 所以在散的過程當中 他可以怎麼樣 置身於世外 但投資者你今天是三百萬在做 你要拿到五百萬一千萬 你就要有另外一個做法 叫做什麼 一檔接一檔 所以誰能夠提出這個辦法來 當然誰能夠幫助你 所以我就不講了 我說上禮拜我已經講過了 多說無益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著急你想賺錢的朋友 把那個心拿出來 你一定可以 你絕對可以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壓回很好 這個壓回就絕佳買點 因為昨天的爆亮點在這邊 今天並沒有把昨天的黑棒 紅棒可能吐回去 警線在這邊對不對 他這個拉回來回撤 只要在警線的上方都算超強勢 但是你看昨天這根爆亮點 他的低點在這個警線的上方 所以明天他會有一個空間在 他如果沒有來撤破這個警線的話 過完端午就是有大行情了 因為季線不是壓力 你在下方只要超過60天 大盤要這樣看 你現在左邊跟右邊差不多高 對不對 這裡有一段小小的高扣 了不起到6月中旬盤一下 這個地方上來 這裡只要一滴扣 這條均線就上來 均線的原理今天不花時間講了 這個要講長天大論 以後就是告訴各位 6月中旬到下旬 我們開始在做集團股坐上的時候 那條季線就會翻揚 飛龍上天 好 那這裡要注意幾件事情 就是說賺錢效應是什麼 如果一個市場上 全部的股票都漲跌升反彈 那沒有希望 如果說一個市場上是有創新高的股票 再往上衝對不對 然後他給這個低檔的股票希望 那就是有變成一個正向的賺錢效應 所以你會聽到很多的老派的分析師 告訴你說 漲多的股票不要追 漲多的股票高檔會震盪 漲多的股票會藏黑 漲多的股票爆量就代表要下車 那這種是最標準的 上一個世紀的老派分析師 那這種老派分析師 永遠告訴你要做低基期 對吧 我如果猜得沒錯的話 那麼這種做法的話 其實只講對一半 並不是說做低基期不好 首先我問各位想像一下 低基期要有夢想 買盤才會進來 好比說一個村莊裡面 所有的小朋友都考不上大學 那大部分的人都覺得 高中畢業就可以去工作了 如果說有一個村莊裡面 出了一個大學畢業 博士畢業 然後到政府機關做 位高權重的長官 那一定是光中耀主 那我告訴你 那個村莊裡面的其他的家長 會嘗試著讓自己的兒子 多念幾年書 為什麼 因為有一個成功的案例 盤勢之所以會搶 從什麼時候開始 從我上上個上個禮拜 告訴你台北市的公車 它後面那一張叫電子紙 從源泰創新高的那一刻開始 整個盤勢就活過來了 因為源泰敢創高 所以低檔的IC設計 有機會上來 對不對 你說老師那有什麼關係 有關係啊 創意拉上來的時候 金鴻拉上來的時候 把整個底部的電源管的IC 跟所謂的那個什麼IP 那幾支全部都救活了 全部都活過來了 所以接下來你看到 包括中砂創高 對不對 它是創新高上去 今天是什麼 你會看到像這個神准掌停板 伺服器的回來了 然後你看到這些股票 在創新高的過程當中 包括什麼負頂 對不對 創高 那它的消息出來以後 比方說鴻海 對不對 它加國具 為什麼要負頂 邏輯很簡單 我太缺了 我真的要做很多台車 我才需要負頂 所以當它創新高以後 你就會發現它帶動到底部的股票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股票 它重新站上季線 在底部站上季線的股票 它就想要成為負頂第二 它想要成為源泰第二 它想要成為下一個小中砂 所以才會有人在低檔去找那些 跟高檔創新高一樣題材的股票 叫賺錢效應 正因為很多的股票它升天了 下面的股票才想要起而效有 市場資金才願意追 所以說前一陣子 很多股票創新高的時候 我就聽到很多人在謾罵 說這些股票會補跌 如果這些股票會補跌的話 如果說所有高檔的股票 都會補跌的話 那我告訴你 你低檔股票也不用買了 基本上你要做的是什麼 退出股市 等大盤落底 對不對 就是因為多頭格局有人要能夠創新高 比方說你看創意又上來了 縱使它今天沒有收上去 不重要了 接下來一定是艾普了 你看IP那幾支 我們在這裡告訴各位 這是右腳對不對 經過了三角收斂整理的兩週 所有的價格上下高低點 都在這根紅棒的範圍內對不對 沒有突破這個範圍 都在這裡面 是不是都在裡面 三角收斂是不是到尾端了 你從60分鐘圖一定看得出來 這根叫突破 那隔天就是空頭抵抗 抵抗失敗就漲停板 站上季線 又是一個站上季線 接下來站上季線會有一個多 超過100檔 每天都很多人站上季線 站上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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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上去就表現你強於大盤 打一個底準備翻上來 對不對 所以你是不是有很多股票 可以從底部進場 賺到錢的機會非常多 集團要漲的第一個條件 是企圖心 野心 投資人要獲勝心 這就是我在禮拜一的時候 解盤再次跟各位講的 所有的什麼股票 名盤 看盤 技巧 法人進出 法人籌碼 美國股市 生不生息 都是次要的 這些都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是你的獲勝心 把賺錢的心拿出來 對300萬產生渴望 那今天這一根艾普就是你的 因為你會想要跟著我進場 對不對 這就是我一開始講的 有的人他因為三月四月受傷了 他的心縮掉了 對吧 我對股市沒有信心了 讓你的信心回來最好的方法 不是跟你長篇大論 就是讓你賺一把錢 對不對 你如果說第一波你有跟到 這個跟頂 然後有跟到提威西 這一波有跟到覆頂 你一定絕對有信心 那IP很多 那我們來看到這張股票 有沒有 中繼整理 這艾普下一支 超像的有沒有 兩個真的是 類似的形態很多 來我們看一下天運 那今天一樣 站上季線 賺錢效應就是這樣來的 高位階的股票能再創新高 低位階才有人要跟 所以三幅化再創新高 對不對 特用化學 今天什麼 中華化是不是就低檔 準備嘗試站上季線 對不對 這很容易理解 你強的IC設計 兇都上去了 你為什麼低檔的不會轉強 所以你說低檔的 為什麼會轉強 很簡單 因為高檔的又創新高 這個就叫賺錢效應 本來就有一個正向的賺效應 要不然怎麼叫多頭 對不對 就是我會告訴你說 這流上影線怎麼辦 每天都能講這種話 那種人通常當然手上也沒有股票 越是沒有股票的人 越是替別人擔心 這個市場上也滿奇怪的 真正有股票的人 他反而沒有那麼擔心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在賺錢的過程當中了 假設你的300萬資金 現在已經450萬了 對不對 流個上影線你會怕嗎 你不會怕 你只會問我說 老師下一檔在哪裡而已 因為你的心回來了 賺錢的企圖心 是賺到錢的第一要件 技巧 名牌都在次要 這個東西垂手可得 因為我就在你的面前 你一通電話打來 我直接告訴你 你下一檔我要買誰 重點是什麼 你要打一通電話來 對吧 就這個關鍵而已 撥通這個電話 我們明天進場 一定要在端午期之前進場 好 那我們看一下 華欣來 高檔有一個戰役線 這沒什麼好解的 現在就是過高之後 一定會有震盪 因為當時拉上去的時候 拉回來三分之一 這裡過高之後 未來也會有一個拉回 拉回的話 下一次才有新的進場點 因為這次最好的進場點過去了 我們看一下鴻海一樣 未來來講拉回還有進場點 我們機會挑戰兩年前的高點 當然有 全世界在萬眾矚目他那台車 你看 這個地方就是所謂的80對不對 這是80那個點對不對 你80只要一站上去 這裡就是金斗雲 這裡變成一個新的支撐了 你80只要一站上去 因為這一根站上80的話 照理來講這裡空頭抵抗 這裡要拉回來 過熱會拉回 只要這裡守住後面就是噴了 你就一路上80了 就像是華欣這裡一樣 有沒有 你只要在這一根站上80 沒有回來 沒有回來你就站在80上面 噴出斷就是這種格局 好 其他股票 廣宇 當然我們看到這個附頂 這最重要的 那這個股票今天又漲停 我們看到來到140了 籌碼非常的漂亮 直接鎖了5000多張 我們看一下當時 在這邊是俗稱跳空見鬼 這種形態上禮拜 我跟各位講過 就是說泛洪海集團當中 因為他結合國劇去入股他 那我們看到 開另外一家公司去入股他 那這邊是開高 然後壓回 那這壓回是幹嘛的 那幹嘛你知道 把同業洗掉 我那時候跟各位講過 很多同業在當時這邊就買了 然後這次被洗得苦不堪言 洗到哭天搶地喊媽媽 有沒有 兩根漲停上來這裡不敢追 很多在這邊鬥到停損 所以我昨天我跟各位講過 不要亂停損 不要聽人家講說什麼 什麼紀律停損 瞎停損 對不對 你從來 我告訴你 停損是投資過程當中的一個環節 它是一定存在的一個環節 但是它不是目的 為了達到目的 有時候會需要這個手段 對不對 但是並不是所有 經過這個手段的人 都會順利達到目的 很多人把這個東西給誇大了 主要就是說前一陣子在很多 什麼量化交易 城市交易的人 瞎扯一堆有的東西 那個 我比方說 你在這邊出掉了 我請問你怎麼辦 照我來說 如果是你用我的邏輯來講 我覺得今年很多股票 乾脆用加碼的 真的 我不騙你 有的人認為說什麼股票拉回10% 一定要停損 沒有那種事情 對不對 你股票拉回10% 一定要停損的話 你創圍從去年到現在 大概停損20次了 對不對 停損幾次了 賺不到錢 不是這樣子做的 有的股票 它有一個震盪的區間 它下去會在 比方說月線的下方 幾%會上來 過高它會再拉回 它鋸齒狀的 那你每次破都停損上去又接 你不是每次都兩頭八 這時候你要往上出 往下接 往上出 往下接 好 那這個當然 結後的事了 我們就不說了 我們先來看一看附頂 那我看一下這個邏輯 好 那 非常多的朋友跟我反應說 老師讓我除完席再來買 那也可以的 因為我覺得你要賺到那個席 也不錯 因為你他除席的隔天 是10天開高的 他這邊是 這一天是直接開高的有沒有 除席一天是直接開高的 我們講完了隔一天有沒有 他直接開高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昨天是出一個大量 有人說這要高檔怎麼樣 開始出現獲利了錢 然後我昨天跟各位講過 這個大量 你只要換手就站上去 因為這個情形跟上一次一樣 這裡有一個大量 那為什麼有人要在這邊出 因為有的人認為說這個大量就是這個大量 兩個量是一樣的 所以認為說附頂會再洗一次下來 有沒有 洗一次下來 對不對 刷一次下來 剛好相反 對吧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一次從112 115 118 今天來到140 大概30塊價差 一張大概3萬 沒到3萬大概有2萬8 那10張的話就算30萬 所以我說300萬 第一個目標30萬 對吧 但前提之下是你第一個要 比方說你上一檔要做到 比方說你上一檔有做到那個TVC 對不對 你上一檔有做到梗頂 對不對 梗頂拉上來三根 然後很簡單 你這邊再做三根 那你是不是三根接三根 對吧 每一個人都可以有他的夢想 但是不是只有大戶才能有他的夢想 對不對 舉例來講 手上有1億的人你可以看一下 滿心1之心大概還不夠 這個大概要2億 我前一陣子去看也沒有物件再釋出 你還得有那個緣分對不對 2億的夢想你絕對可以有 因為你買了以後你沒有現金了 所以你要賺2億手上3億 買心1之心1億繼續做股票 對不對 那下一棟買誰 拿來孝親父母 對不對 5千萬人也可以用1億的夢想 那並不是說一定是1億的人 他2億的夢想比較大 也不是這樣講 200萬的朋友 你500萬的夢想比他還大 對不對 因為這是你的起步 所以這就是一個夢想 每一個人都可以有他的夢想 200萬的朋友也有200萬的夢想 為什麼 因為1億的人很簡單 你鴻海拉上去兩成就很多了 你可以買個100張 1萬張都可以 對不對 每天成這樣那麼大 花心敲個1萬張很正常 對吧 拉上來3成對不對 你說1億3成3千萬 所以你三檔過去就是1億 對你來講 跟這個200萬到500萬一樣的意思 股票市場上 永遠有機會完成你的夢想 對吧 但重點是你們夢想要出來 對不對 比方說你看東哥遊艇 上禮拜五第一根對不對 昨天第二根 禮拜一第二根 昨天第三根 那三根 是吧 對不對 你雖然說震盪一下 那這裡就是要告訴各位 就是說夢想的起點 來把握這一次 明天我們來抓進場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稍後再回來 最近因為很多人用我的名字 弄什麼震華學堂 學院 學校 什麼震華投資公司 這些單位都不是我的 直接跟你講都不是我的 我不能規定別人不用震華這兩個字 這是人家的權利對吧 這也不能說我能規定的 但我只能告訴你 那不是我就對了 我的節目就是在金錢到摩爾 好不好 現在社會中什麼人都有 保持判斷力跟警覺心好不好 類似這幾個單位 什麼對話什麼 有人說什麼 我什麼港股比特幣 什麼震華學院是老師辦的 什麼都不是 都不是我 我再講一次 都不是我創辦的 好我們看到華新集團當中 人家幫跳起來了對吧 這是車用的電感 金星這個部分的話 電池管理系統 講到電池管理系統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邏輯 就是說因為 這一次那個誰上去了 那個 今天那個什麼 陳准 那伺服器是要幹嘛的 做資料處理中心的 對不對 資料處理中心當中 也有電池系統 未來這些東西 其實因為低微微信蠻重要的 其實在端午節之後都會發酵 很多股票都還沒有開始動 尤其是集團股 然後我們看一下那個 BCB 對吧 精神科 那個是隨時就準備要跳到記線上面 那陳准先上去 這很重要 這是一個新里程碑 因為又有一檔股票 準備挑戰新高 對吧 沒錯吧 這只要一上去網通就要動 網通不會隨便都動 那這一次我們看到 鄭文維集團當中有新的朋友 鄭基 對吧 這股票 當時掛牌上的時間沒有很好 那但是我們看到從底部在這邊 稍微微微有來出量 如果是我來講的話 首先第一個首選 如果你要疊加他的交集的話 找IC設計 對吧 那我這個答案就已經互之欲出了 那我一定找政集團的 我一定要找大集團的 那這些東西其實你看波羅威就知道了 他創新高 跟你講這個光通訊跟 就是我現在就再講一次 低國月薪的東西絕對是完真的 你現在就是看你在哪一檔身上賺最多錢而已 因為已經都不是在低檔了 我也坦白講一句實在話 最好的時間點過去了 最好的時間點就是在禮拜一跟上禮拜四 但是你現在還有一個機會點 抓到什麼 起漲點 不是最低點 賺到那個噴出的那一段 好 那我們看到申科 跟各位講最好的時間點上禮拜四 對吧 社平愛西都是那時候漲的 對不對 四五六一二就拉上來了 那今天震盪當然這個你就追就沒意思 買下一檔跟著我做 當時我們看到這禮拜五漲第一根 這禮拜一 兩根了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利基 你看今天是微微有一點創新高的感覺 台亞這個昨天過季線的時候 今天有震盪 這個無所謂 那其實像美食 越來越多的股票都站到季線上面 這個表示很多股票都要上來了 那我現在跟各位講 集團要漲的第一個要件 企圖性要強 所以要找那種會標的集團 對不對 那很多 像這一次的話華新先上來了 紅海先上來了 當然接下來你說聯電對不對 這個聯電每年都會出一隻怪物的 那投資人其實要的是獲證的心 想要賺錢的心 六月作戰還有很多集團準備要動作 明天在小長假之前 我們要布局一檔全新的股票 錯過前面幾檔股票 夢翔的第一步就在明天 撥電話進來 明天要帶你做進場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急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